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2年12月23号 星期五 不过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圣诞节的平安夜了 不过对于墙内的朋友来说 可能无暇顾及过什么圣诞节 现在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从最近传出的一份中国卫健委的会议记录来看 中国从12月1号起到12月20号 累计的感染人数估计已经达到2.48亿人 人群累计感染率达到了17.56% 感染率超过五成的省份是北京和四川 疫情最严重的就是这两地 其次是天津 湖北 河南 湖南 安徽 甘肃和河北 累计超过500万人染疫的城市 依序为北京 成都 武汉 天津 郑州和重庆 这个感染人数跟我们上次节目中提到的 英国伦敦Airfinity医疗风险公司预测的2.79亿人感染 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这个还是目前的感染人数 根据张文宏说的感染高峰期要到1月 那这个数字还是要往上升 中共当局是不会有死亡人数的统计的 按照Airfinity的公司的预测是200多万人死亡 那如果感染人数继续上升 那这个死亡人数也会继续上升 到明年2023年可能死亡人数会翻倍 有些人不相信真的死了这么多人 我建议大家去中共党媒澎湃新闻网 或者是去网易搜索一下输入关键词试试 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 我搜了一下 关于中共那些专家学者两院院士离世的复告 更新频率几乎是用小时来记的 12月23日 著名的药学家中科院的院士蒋华良 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 中年57岁 12月23日 中科院的院士电力工程专家卢强在北京试试 12月22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和结构力学专家 龙玉球在北京试试 同一天 中国社科院的专家经济学家汪童三在北京试试 12月21日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激光技术专家赵一军 稀土野精专家张国成两人先后离世 一天死两个 三天就死了六位两院院士 澎湃新闻网说 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47位两院院士离世 还不止这些 北京大学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00多位老师离世 清华大学也是近期密集离世的 有10多位 还有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战斗老英雄张富青12月20日 在北京因病去世 享年98岁 共和国勋章是中共国的最高荣誉勋章 张富青是首批的获得者 这几天死亡的还有40岁的 京剧名林楚兰兰 67岁的清华美院教授 北京奥运吉祥务福瓦设计者之一的 吴冠英 还有多位医学大家 包括重症医学的开拓者 陈德昌 雄心外科的专家 李则坚 风师免疫学专家 蒋明 口腔医学教育家 王邦康 药剂学家 魏树李 还有医学影像学家 李果真等等都在近期 因为染疫引发其他疾病离世 不过很奇怪的是呢 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离世的新闻 竟然在网易新闻被删 那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连这些名人死亡的消息都害怕让人知道呢 不仅仅是这些学者死亡 还有很多中共的官员也密集的离世 包括江西省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朱志宏 原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 如果一个个的说出来呀 我这个节目可能就要变成复告专栏了 一位北京牧西地部长宿舍楼的信息截图显示 复部级的医疗待遇的老太太 送到复兴医院根本都没有床位 最后只能够进来行军床 自带被子和氧气 可见重症多到什么程度 各方消息都说 人死太多 太平坚都放不下了 殡仪馆也没有地方存放尸体 而那些幸运抢到了胃的逝者 也被收取天价的停尸费和火化费 网易科学之城报道 邓先生去北伊三院太平间 接老伴遗体送去火化 停尸三天要付费38,570元 其中还包括逝者的餐费600元 简直是荒唐至极 网民王小怪在北京发文说 他的孩子发高烧 到北京和牧家医院 2000元的挂号费 住院观察15000元一个晚上 不按照中国人发灾难财的惯例 这跟封控期间的高价菜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大家轮流坐庄 那现在正是医院和殡仪馆 狮子大开口的时候 也有网友说 他的奶奶过世以后 打遍了北京所有殡仪馆的电话 都无法接受 殡仪馆根本都没有可以停放尸体的位置 最后只能放在医院的露天停车场 最后联系到河北一个县城去火化 很多地方的殡仪馆的火化炉 都因为日夜的运转 已经连续烧坏很多台 所以现在建设方舱的那些国企 又接到新任务了 改建火化炉 网上消息说北京建60个 其中顺移20个 1月8号以前必须完成 可能是因为火葬厂的收费太高 加上排不上队 在上海的一些小区 已经有人在小区里开始就地火化 网友爆料说 上海市浦东新区拱北路398弄 海区雅院 有居民被迫在露天烧尸体 这让我们想起印度点火和中国点火的那个梗 人真的是要积点口德 当年嘲笑印度人的小粉红 大概今天也轮到自家点火了 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中国放开以后会变得这么严重呢 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的前社长林志波 几天前在朋友圈发文说 卡塔尔世界杯 观众密集 不戴口罩 没事 阿根廷队夺冠举国欢庆 不戴口罩 没事 俄罗斯忙于乌克兰战士 疫苗核酸都不做 口罩也不戴 没事 唯独中国 刚刚放开就全民传染 而且所有变异毒株 全部迅速地进入我国 这是为什么呢 不感觉到奇怪吗 不过他的这段文字 在发出几个小时之后 就被屏蔽了 看来是戳到当局的痛点了 他的疑问代表了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呢 现在中国境内传播的毒株已经不是奥密克戎 大家知道奥密克戎是属于变异毒株 在西方国家已经流行过一波了 根据专家的说法 奥密克戎传播性强 但是致死率低 并且基本上只对上呼吸道有影响 不会下行潜入肺部 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感染和死亡病例 有很多都出现了白肺 中国经济学家梅辛玉发帖说 胡安刚的岳父在抢救的时候 CT显示肺部已经白了四分之一 还有网友发帖说 他公公走了住院一周 肺全白呼吸衰竭 白肺是指肺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白色的灼斑纤维化 因此有很多人都怀疑病毒株绝对不是奥密克戎 那么到底现在在中国出现的病毒是什么种类呢 目前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 12月20日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所长许文波 在会上承认 近三个月以来 中国境内已经监测到130多个变种毒株 特点主要表现为传播力强和免疫逃疫能力增加 第二种是 12月22日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河北邯郸疾控中心 一名理性研究员的说法 他说 中国各地突然放开防疫 导致奥密克戎病毒株感染者快速的交叉感染 加速变异 加上Delta病毒株依然在传播并且继续变异 他说因为中国长期的风控使得毒株没有时间从Delta变异到Omicron 所以这两种毒株在中国是共存的 还会同时进入人体 同时感染同一个细胞 加重病情 那么第三种是说 有网民发帖 说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值得关注 比如第一批病毒 在人口最密集的超大型的城市爆发 但是广州 成都 北京 重庆的毒株 居然都不一样 人口超大城市出现一成一株的现象 第四种 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 他见到日本新冠病毒的研究者 这位专家从2004年开始 就由日本厚生省派到了中国研究非典 他说看到这次北京的病毒 仅限北京 病毒不是新冠病毒 是全新的病毒 那到底是新冠病毒的变种 还是全新的病毒呢 现在的情况呀 可能非常的复杂 感染人数就更不用说了 几乎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中国人 现在都养了 有人发现 中共央视已经五天都是 康辉和郑立两个人播报 没有换人 那是不是央视沦陷 只剩下他们俩没养了呢 还有胡叼盘胡锡进也养了 已经几天了还在滴烧 至于那位拉黑我的赵立坚 据他的夫人发文 赵立坚养了发烧几天 都没有买到退烧药 最后大概是邻居胡锡进 省了四颗药给他 那这个呢 还是网友们 根据胡锡进和监嫂的发文 发现两个人眉来眼去 一个说捡下了四颗药给邻居 一个说多亏邻居的四颗药 还有那个专门恶心人的黄安 也高烧不断 也有谣言说他已经挂了 还不知道真假 那个专门为中共洗地的大五毛 斯马南最近也染疫了 非常讽刺的是呢 为中共大唱赞歌 说尽谎话的斯马南 竟然害怕到临时抱佛脚 最近在微博展示他的手抄心经 还发了他念诵心经的视频 这种一边撒谎 一边求佛的态度 恐怕佛也度不了他 斯马南几天前还发消息说 何作修和他老婆也染疫了 全家孩子孙子都养了 何作修是当年帮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打压法轮功的伪科学家 专门写一些学术论文来攻击法轮功 为江泽民迫害提供伪证 他是罗干的亲戚 江泽民的学生 据说何作修刚刚做完手术 现在又感染了 已经说话都含糊不清了 看来这次江泽民走了 还要带走一批他喜欢的人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次病毒 似乎是长了眼睛 专门找到这些中共的主子 和那些舔共的奴才呢 有网友说 希望病毒战胜共产党 这次其实有一个最爆炸性的消息 就是大家也可能听说了 网上有消息说 习近平的亲妈齐心死了 消息还传了挺多细节 说是当时有人在 3011医院门口堵车一个小时 说不知道是哪位国家领导人出了问题 3011医院是中共高官看病的医院 没有想到呀 就是习近平他妈死了 还说消息可靠度很高 这几天陕西复平线 可能要进入戒严封路 因为准备将其心的遗体运回去 跟习中勋合葬 还说蔡奇将担任智丧委员会的主任 那我查了一下消息源 应该是来自一位自称是当朝驸马的自媒体人 他自称有很多的内幕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位 所以也不想评论到底可信不可信 那目前就网上显示的其他信息 有人发现维基百科关于其心的生族年月显示 族年是2022年12月21号 不过我去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样 另外有人说使用中共国内的IP登录 查看3011医院的官网是黑白的 但是外网查看就是彩色的 这一点也比较不确定 因为只有截图无法验证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中共一定是有至少副国级以上的人物死了 12月23号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彭 他的女儿鲍检在推特发文说 昨晚外出吃饭回来 意外发现金西宾馆突然间亮了很多灯 至少三分之一的房间亮灯 金西宾馆只有在3月中共两会期间 和10月的党代会才会有人住 平时都是黑灯瞎火的 江泽民走了 这里亮了一周左右 主要是招待亲友 12月22号晚上又突然亮灯了 没想起前两天传闻3011医院附近 堵车水泄不通 看来又出大事了 金西宾馆不是普通的宾馆 从来不对外开放的 是中共最神秘的宾馆 每次重大会议 金西宾馆就会用来招待与会官员 据说金西宾馆的女招待都是特工出身 这里不是一般人可以入住的 那从这些消息作为旁证 齐心死亡的消息也有可能是真的 即便不是齐心 那也一定是有非常高级别的中共高官死亡了 人算不如天算 中共不管是放毒也好 还是隐瞒疫情也好 他们以为一切都可以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 一切都失控了 病毒可是公平的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如果人间没有公益 那么老天一定会还人类一个公道 天谴一定会来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早在2020年的3月就开始 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目前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不幸你们看一看 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样 那么怎么办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它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幸就拭目以待 现在这一切都开始显现了 这次病毒就是来收拾这些中共官员和那些追随中共的人的 有人说希望病毒攻入中南海 我想这应该是迟早的事情 近期有消息说中共又开始发护照了 北京办理新护照不受限制了 有人去派出所办护照 本来准备了完整的说辞 没想到都用不上10分钟就办完了 虽然这个对于墙内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也有很多海外的朋友表示担心 2020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中共隐瞒疫情 并且不封锁出境的航班 导致病毒在全世界传播 现在大家担心 一旦这样放开国际航班 新的病毒会再次被带到全世界 这种担心的确是有必要的 虽然基本上西方国家已经做到群体免疫 但是如果是全新的病毒 那2020年重演也是有可能的 好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 虽然事事并不如意 但是日子仍然要过好 一个人不论做了多少坏事 他在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儿眼中 也许是最好的人 是他们的依靠 每个人的离开都会给爱他的人带去痛苦 虽然病毒淘汰的都是中共党员和他的跟随者 但是我也希望那些做了坏事的人 回头试案赶快忏悔和改过 抛弃中共 为自己和家人做一次对的选择 这个圣诞节 我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人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Glories stream from heaven afar Heavenly awesome, alleluia Christ the Savior is All, Christ the Savior is